另外是高雄市的立委选战也非常的热烈 民进党的高雄市立委候选黄杰 在昨天晚间合体机排妹郑家纯来拜票 洋装加上耶旦的披风现身 大批民众不畏寒风 就是要抢拍合照 不过对手国民党的陈明雅 则是找来了神力女超人 也就是南投县长许淑华 一起拍直播 民进党高雄市立委候选人黄杰 新手机排妹郑家纯 纯杰合体街头拜票 两人穿上红披风 戴上头饰充满浓液淡风 一线身立刻吸引民众抢拍合照 两人洋装跟试诞斗篷 完美搭配中央公园漂亮的灯景 选战倒数黄杰找来郑家纯住镇 高雄中央公园 大家目光不在试诞灯视 而是这两位女神 超高人气就算气温寒冷 也抵挡不住支持者的热情 家纯跟黄杰连线的一个主题 那也一直很希望说 可以借由家纯的人气 让我们高雄第六选区的 乡亲可以来帮黄杰多多的加油 几排妹则说 全台服选最喜欢来高雄 除了民众热情 也相信高雄人 雪亮的眼睛 一定能选出对的人 我相信高雄人的眼睛是雪亮的 因为毕竟这边有诞生过 第一个被罢免的市长案件 所以我相信所有的高雄人 不管你在哪一个选区 都一定能够选出对的人 而对手国民党陈梅亚 则请来神力女超人 南投县长许淑华助镇 两人一起吃播冬至吃汤圆 陈梅亚秀出印井的 耶诞款贴纸 虚书华二话不说 直接贴上 用行动力挺 选战进入肉博阶段 选将们空战 入战齐发 全力抢攻选票 记得郭许慧SMG高雄报道